早晨,今天和大家煲一煲靈湯 就是壯腰保腎去濕湯 材料包括有 而這些材料的功用 分別和大家介紹一下 淮山是著名的健脾胃食材 註冊中醫表示 淮山味甘性平不熱不寒 對皮肺腎起作用 是藥療食療的常用品 巴基中醫藥學認為 巴基天性溫美 味甘大腎 歸腎經肝經 具有保腎助揚 強筋壯骨去風除濕的功效 道仲 有人經常腰酸背痛 輕則令人助立不安 嚴重者 隨時可以影響活動能力 在網上也都流傳了 以道仲泡茶可以消除酸痛 有人飲用了一星期 又有舒緩痛症的作用 北齊 北齊和人心一樣 同樣為補氣的中藥 而且具有止汗 離療 退腫的功效 常用於治療 氣虛乏力 血虛毀和 慢性腎炎 蛋白療 以及糖療病等 好了 材料的介紹就暫時講到這裡 其他材料 我會在另外的影片 跟大家逐一介紹 我們現在開始煲湯 趁備用暖水浸 洗淨刮溜 然後用木花果浸洗 木花果浸洗後 切二或是切四 其他材料都洗淨 大件的就撕清一點 包括栗子和淮山 黑棗也洗淨 切開一半 這些材料都洗淨 浸大概五分鐘 然後淨乾水 遮蓋洗淨 用凍水出水 去走魚血的腥味 凍水落自轉 出水 等水滾 就可以拿走血腥的血水 在鑄船出水期間 可以添一顆士多 給你 水滾 大家可以看到 而鑄船 魚血就跑了出來 可以飛走血水 之後鑄船就可以補湯 出水水的鑄船 我希望湯比較甜 所以我準備一個紅蘿蔔 紅蘿蔔洗淨去皮 切大大塊大大件 一切就緒 準備好湯 開始放材料 夠湯 加入適量的蒸餾濾水 我加三中湯碗的水 蓋上壓力鍋蓋 用壓力鍋扭去黑度二度 水滾之後就扭細火煮35分鐘 如果沒有壓力鍋的話 你又要煮起碼一個半小時 現在開火大火 煮到這兩條線升高的時候 就扭細火煮35分鐘 壓力鍋黑度升到兩條線 扭細火 調三十五分鐘 在等待期間 我為大家準備了一個Culcus 來接分數學的教堂 希望大家喝完湯就計算了 好 時間到了 現在就升火 一共三十分鐘 如果沒有壓力鍋的話 就要煮一個半小時 有壓力鍋三十五分鐘 煮火咬點 沒有壓力鍋 用普通的蓋芹花,開火翻滾,大概3分鐘 加了少許鹽,可以開始試味,非常好喝 現在翻滾3分鐘,可以關火 超強組合狀腰補腎,兼去濕的靚湯 加這個新鮮的士多啤梨 嗯,好味道 我這個是沒有放鹽的,都夠味道 有些人,我一定是有摂摺的 有策略,沒有策略